小小攤位 潤餅擺滿滿 老闆的手沒停過 有菜有肉 還包進特色油麵 我第二代 四十幾年了 清明節應景吃潤餅 民眾貿易排隊 鏡頭再轉到彰化北斗 清明節才看得到的壯觀畫面 四十六口爐子一字排開 製作應景的潤餅皮 家族總動員二十多人 從全台各地回來幫忙 那特地從哪裡回來 台北市 小時候很考驗 現在在這個年紀 又覺得這是一種傳承 第四代大哥手抓麵團甩牙甩 一刷一抹動作超快 看起來簡單 外行人可做不來 因應它的變化 粉漿的變化 你可能速度 調整 爐火都要隨時下去注意這樣子 老字號潤餅皮 傳承到第五代 年紀最小只有八歲 妳來幫忙幾天了 兩天 是不是昨天就請假了 這樣做會不會很累 不會 清明節這個時間都很忙 所以我們來幫忙 家族從三月初就開始忙 每天睡不到幾個小時 但今年什麼都漲 老店也撐不住了 一斤價格從一百四 調整到一百五十元 一百四十塊賣了五年 那今年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們只是反映在 麵粉一些原物料的成本 可以啊 這麼好吃的東西 當然是可以接受的 廉價第一天 顧客避開燃潮 早早才賣 雖然嘴上說還能接受 但過年過節 免不了又要多點支出 借張幻雲林綜合報導 俄烏戰爭小麥麵粉狂漲價 農委會該怎麼應應 讓百姓不會沒麵吃 或吃到新唐鮮 大觀相處這辦法 我們會大力的來推動 各式各樣的米食 不只是我們的 所謂的炒飯飯糰 我們還有各式各樣的米食 麵食漲價 政府的對策是要大家吃炒飯 瓷幻一出 領網友大傻眼 怒嗆陳其中還炒飯咧 乾脆去吃香蕉拔辣好了 這何不是肉糜的態度 是敬惠帝附身了嗎 更有人反問 你難道不知道 炒飯要用的雞蛋 現在貴桑桑嗎 網友驚呼 我咧住持還叫我要改吃青菜咧 網友嘲諷陳其中超會想辦法 當初沒鮭魚吃 他也這麼講 我們還有很多的 國產的石斑魚 貓仔魚 台灣雕 網友狂飆 玫瑰魚叫我改吃私木魚 這什麼邏輯啊 等等政府不是該想怎麼解決問題嗎 解決問題怎麼會找陳其中的 陳其中這人就來製造問題了 想不出解決的辦法 所以叫大家都不要吃改吃別的 過年的時候大家不要吃蛋 現在不要吃麵 要吃炒飯 那過一段時間天然氣漲價 大家不要用電 小麥長要大家改吃炒飯飯糰 但根本的問題人沒解決 沒麵吃就去吃飯吧 這等廢話 大百姓都知道實在不用偏勞大觀角 記者黃毅峻 陳怡柔 代表報導 早安 好 好 謝謝你 好 好 的